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 英国革命呢就是发生在1988年我们都知道叫光荣革命 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人把英国革命称之为就是英国内战 英国内战呢也有一些史学家 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也把他称之为英国革命 所以就是有两种这个说法 但我们通常意义上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 说英国革命的时候指的就是光荣革命 就1688年而不是1640年内战的这个时候 那么过了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 那又发生了两场革命 一场叫美国革命 一场是法国革命 这个美国革命呢 我们也常发的称之为叫独立战争 独立战争 那大伙我们看看到底 美国人怎么理解美国革命 什么是美国革命 其实看法不是那么简单的 有很多这个分歧 那法国大革命基本上大家也没有分歧 就是1789年的这个 这个震动整个世界的大革命 那么这三场革命呢 发生几乎是在一个世纪内完成的 尤其是美国和法国大革命 时间是非常接近的 很多人还认为说法国大革命 就受了美国革命的影响 事实上从目中意义上讲 受了 但是呢受的是这个形式上的 骨子里呢 其实没有受美国的影响 骨子里还是欧洲大陆的一套 那待会我们详细的说一下 首先我想讲一下这个革命的起源 这三场革命分别是有不同的 一些原因引起的 那对于光荣革命来讲 有几个因素比较关键 一个就是宗教因素 今天可能我们难以理解 当时宗教因素居然是 引发这场革命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当时英国正在转变成一个新教国家 但是天主教依然有它的势力 天主教依然有它的势力 并且呢这个 这个依然有大量的人信奉天主教徒 一些国王是这个 这个天主教的信奉者 那么到了詹姆斯二世 在位的时候 他本人就是个天主教徒 但是他长期不透露自己的宗教信仰 这很多人其实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那刚开始他很长时间没有孩子 后来没了儿子 后来有了一个儿子之后 大家就怀疑 咦 为什么发生这 他的这个 这个儿子呢 肯定也会 将来是一个这个天主教徒 来继承王位 所以他们特别害怕 这个天主教将会主在英国 将会统治英国 在当时这个天主教和新教之间 这个斗争在英国是 可以说是你死我活 你死我活的 双方经常阻害对方 新教徒也受天主教 天主教的这个阻害 反过来 这个新教得失之后 天主教徒也受到的阻害比较多 怎么跑了 那第二个因素 第二个是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呢 就跟从 从詹姆斯仪式当上英国 从苏格兰来 当上英国的国王开始 其实就是斯特亚特王朝 这个王朝的非常特别 他们长期在苏格兰 他们从苏格兰 后来跑到英格兰 当上英格兰的国王 在苏格兰 他们受到英国的议会的制约 非常少 苏格兰的议会是比较弱的 所以他们来到英格兰之后啊 也意味可以为所欲 所以在这里就 这个对议会 对一不把议会放在眼里 所以说议会之间关系非常紧张 甚至鼓吹军犬神兽 我的权力就来自于上帝 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从詹姆斯仪式开始 在此后 差不多七八十年的时间里 国王的权力一直比较的 一直比较的 这也是为什么 引发了内战 查理一世被处死 处下了克伦维尔 再后来詹姆斯 查理二世 詹姆斯二世 这些人都带有一些 绝对独立的倾向 就是跟辞前的国王 以及辞后的国王比 那么17世纪 在英国历史上 是最动荡的一个世纪 斗争也比较激烈的一个世纪 那是唯一的一次 砍了国王的头 其他的时候都没有再 发生过 在英国历史上 所以跟议会之间的这个关系 非常的紧张 那么议会一直就在想办法 怎么样 把这个 詹姆斯二世 甚至他的继承者给阻止 不让这些 不让这个 这个 这个 斯特亚特王朝们 能够继续下去 或者甚至不让这个 天主教的国王 能够在英国继续下去 那么议会里当时就 这个 这个 会各党和脱离党 因为这个事情 他们达成了一致 他们准备找一个新的国王来 那就是后来 从这个 从这个 荷兰 引住的 威廉 威廉 这个 孙世和他的太太 玛丽 他们联合当了 英国的这个 国王 那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观念层面 就英国人认为呢 从詹姆斯一世以来 他们自古以来的自由 受到了挑战 受到了威胁 所以他们无法 容忍这些国王 一直找机会 来想办法 把这个 把这些国王给 给 给推翻 或者是 限制他们的权力 这是这个 这个光荣革命 那么美国革命呢 美国革命 刚才我说有人 或者我们国内 经常把它理解 为叫独立战争 就是1776年到17 1775年到1783年 发生的这个独立战争 我们认为那就是 美国革命 他说我们看 这个这里有一段 约翰·亚当斯的话 他在1815年 写给杰克逊的一封信 这个 这个话呢 也很有名 他说当我们说 美国革命的时候 我们就意味着什么 我们说的是独立战争吗 是打那八年仗吗 他说那不是 美国革命的一部分 它只是革命的一个后果 和结果 这那时候革命 已经结束了 他说美国革命 发生在人们的心中 这是在来自新顿 枪声之前的15年 也就是从1760年 到1775年中 革命已经发生了 人心已经发生了 转变 这是为什么 在这些年当中 会发生革命呢 就是英国来了 一系列的这个 法案 特别是 增加税收 对殖民地 印花税啊 糖税啊 什么传播税 各种各样的这个 征税的法案 在殖民地 非常不受欢迎 他们早就开始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进行反抗 来进行反抗 到了1775年 只不过是 总的一个爆发 就这个时候 他们觉得 要跟大英帝国 决裂了 必须通过战争的方式 来保障 他们作为 英国人 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亚当斯 亚当斯当过 美国第二类总统 也是美国的 这个国府之一了 他对这个革命的看法 就是 他不认为是战争 这个战争没关系 战争只是 他的一个结果而已 那美国革命 发生的这个 这个原因呢 还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他的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 跟政会有关系 这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殖民地的民众 就是我们是英国人 英国人享有 自从大新章之后 享有的一个权利 就是不代表 不拿税 如果议会里没有 我们的代表 我们是有权利 拒绝拿税 那殖民地呢 殖民地的民众 在英国的议会里 没有代表 但是英国议会 居然对殖民地 进行征退 它被侵犯了 我们作为英国人 享有的权利 作为英国人 享有的权利 所以这是他们 反抗的一个 最直接的一个原因 可以说 但到现在 我们中国人 还没有很好的理解 我们现在关心的是 个税起征点 是五千好 还是八千好 我们还没有关心 议会里 有没有我的代表 没有我的代表 像我征 每一分钱 都是废法 都是抢劫行为 并不是说 你像我 叫我抢一分钱 还叫我抢一个亿 毫无区别 从性质上讲 都是抢劫 我们还没有找到 八百年前 更别说 这个美国独立的时候 那第二个因素 就是法律方面的 如果你去看 那个独立宣言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些国父们 列举了一大堆 英国的国王 这个 乔治三十的罪行 是吧 其中很重要的 就是跟司法有关 就是他破坏 司法独立 让法官 依赴一尊 或者他随时 可以任免法官 如果他写完的话 那么这个 这一直到了 到了十八世纪 都还是如此 我们可能往往误以为 1688年之后 英国 英国的革命就走完了 英国就已经变成了一个 宪政民主国家 其实远远不是如此 就1688年 只是国王 不再像司前 那么为所欲为了 但是 那时候还没有司法独立 还没有司法独立 一直到了十八世纪的中期 英国的国王 还可以 还是可以随意的 罢免一个法官 他不喜欢呢 他随时都可以 解决你的职位 还可以调消律师资格 就跟我们今天中国 发生的一切一样 所以他经历了 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并不是1688年之后 英国的宪政就完成了 没有 他的这个发展 他的完善 他的成熟 从后还要经历漫长的时间 那经历漫长的时间 所以美国这个 殖民地的民众 还指责国王的 拒绝给他们 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所以这是他们 这是 这是在他们看来 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殖民地的人 独立的两项权利 他们特别珍惜 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 言论自由 这个什么 接涉自由 而是 一个是陪审团审判权 一个是持枪权 这两项权利的 他们看来是 这个 是这个 不可动摇的 那么第三个因素 就是经济方面的 当时的英国国王呢 阻止殖民地和其他地方 进行自由贸易 他拢告了 只能跟他进行贸易 不允许跟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地区 进行贸易往来 因为大英帝国想得到 所有的这些贸易的好处 那么这也引发了 这个殖民地的不满 因为 因为美国的殖民地 从一开始建立 就是一个商业的目的 所以那里不是发展农业 那里的农业 也是为了商业 那里种植 所有的东西 都是为了交易 不是为了自己自足 所以他从一开始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商业国家 或者像美国国父们当中的 理想一样 他们要建立的是 一个商业共和国 一个commercial republic 不是一个农业共和国 不是一个农业国家 不是一个农业国家 南方种那么多的棉花呀 玉米呀 那些种植园 统统都是为了卖的 为了交易 因为从英国去的这些人 大多都是商人 或者说带有冒险家的 这种气质和精神的人 他们跑到这个 背面殖民地 所以呢 自然而然 他们就发展着这种商业精神 这种商业精神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观念方面的因素 当时殖民地的民众 普遍有一种感受啊 就是从17 五几年 六几年开始 从18世纪中期开始 他们就觉得 英国的国王 要对殖民地 进行专制统治 就要让他跟英国的本土不一样 要对 要在这个殖民地 实行这种 这种 专制的统治 所以殖民地的民众 作为英国人 所享有的自由 在他们看来 有无法得到保障 无法得到保障 所以呢 他们为了保障自由 不惜一切代价 他反出了这个 不自由 勿宁死的这种 这种口号 这是美国的革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法国大革命这个起源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 就是经济方面 就财政危机 在大革命前夕 这个 法国的财政 可以说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国王借了很多的债 但是又还不起这些债 还不起这些债 整个财政的 出现了亏空 出现了这个 出现了动荡 出现了动荡 所以呢引发了这个 这个大量的人 向国王要债 结果国王没有能力支付 没有钱 没有钱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王权被推翻 就非常容易了 那么接下来呢 是有很多的 这个政治方面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 特权阶层 当时仍然享有很多特权 特沃尔在 就这位大革命当中 专门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个特权阶层 不再履行义务了 这些人不像 在中世纪一样 他们富有保护 比如平民呢 保护中下层民众的一些义务 但到这个时候 他们这种保护的义务 被国家抢走了 因为政府 国王的权力 变得越来越大 他就直接统治到了 每个地方 所以这些贵族 这些特权阶层 不再富有义务 但是仍然享有很多特权 最重要的特权之一 就是不交税 这一点引发了 民众的强烈不满 他们觉得这些人 简直就是一些 实力阶层 就是一些寄生虫 就是寄生虫 所以大革命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消灭 这些特权阶层 第二个因素 就是中央集权 有些人说 中央集权 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 特克尔认为 不是它的一个结果 而是在旧起之下 中央集权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大革命之前 几十年的时间里 国王已经在 不断地集权 不断地削弱 各个省的权力 巴黎的权力越来越大 巴黎就是法国 法国就是巴黎 特克尔的一个形象的说法 就是巴黎变成了动物的脑袋 然后各个省是这个动物的身体 然后这个脑袋 把这个动物的所有的营养都吸收走了 所有的权力和资源都在巴黎 那么这些省呢 就没有营养 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他说 在大革命前 那么五六十年的时间 很多的那种出色的出版商 还在地方上 到了大革命的时候 地方上已经没有这些有名的出版社了 那些出版商都到了巴黎 都到了巴黎 所以它的中央集权是非常厉害 那么法国大革命呢 又继承的最重要的遗产 旧体制的遗产又是中央集权 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第三个政治因素 是它的这个家长制的统治 什么意思呢 是这种 国王的仕途包乱一切 就从旧体制已经开始了 比如国王想办法让农民知乎 像我们今天中国的政府一样 替他们找办法 你们种什么东西 你们应该能支付 无所不包 但是农民亏损了 国王不负任何责任 政府不负任何责任 那么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在法国呢 设立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法院 在一般的法院之外 就是在普通的法院之外 设了一种叫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专门设立什么样的案件呢 就是政府和私人之间的纠纷 这种纠纷在历史上 本来是由普通法院来裁决的 但是呢 国王设立这种法院之后啊 凡是行政案件 都拿到了这个法院去审理 而这个法院呢 严格受制于国王 所以这样的话 在行政案件当中 在涉及到民告官的案件当中 就没有正义可验 就没有正义可验 他不再像普通法院一样 法官高度的独立 这种法院当中 法官是不独立 或者是不够独立 不够独立 那么这是 这是法国的一个特色 这是很多大陆法系国家 甚至在中国一些企业者 也鼓吹 我们应该设立行政法院 在这个普通的法院之外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 他不了解法国的这个历史 不了解这个行政法院的起源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 一个主意 但法国到现在还有行政法院 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文人干预 干政 文人参与政治 这个专门有 这个有讨论 我们看到在美国 从事一个政治的那些人 特别是那几国父们 都是 不仅是政治理论家 也是实践人 也是政治家 他们都亲身从事过 长期的政治活动 政治实践 然后这个参与到 重大的一个政治活动当中 那么法国呢 是一大批的空想者 这些作家 这些空头理论家 参与到政治当中 参与到政治当中 那么他们提出来了 很多的这个设想 都是没有 不接地气 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这带来很多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宗教因素 我们知道大革命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靶子是 要消灭这个教会 教室这个阶层 这个群体 那很重要的理由呢 就是当时的政教不分 在法国 政教不分 就是一个 一个教室同时 还是一个 还是一个官员 还是一个官员 那么政治和这个宗教之间 和教会之间 关系密切 以至于政治上的败坏 政治上的腐败 所带来的问题 让人们因为是宗教本身的问题 是教会本身的问题 所以呢 在大革命的时候 人们普遍的 这个痛恨 痛恨这个教会 痛恨教室这个群体 希望把他们消灭掉 所以很多人就提出这个 无神论的一些主张 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观念层面 这个从大的方面来讲 这个欧洲 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有关 在当时的世界上 发生了三场启蒙运动 一场是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 另外一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 发生在英国 还有一场是美国的启蒙运动 这三场启蒙运动 可以说是 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导致了不同的后果 那么法国大革命 在很大程度上 受了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 这个影响 而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重镇 重心就在法国 就在法国 你知道像 富尔泰啊 这个卢梭啊 这些人都是 启蒙运动的 这个 骑手式的人物 那这个 这些 欧洲大陆启蒙运动的 这个人物呢 鼓吹理性至上 鼓吹唯理主义 他们认为我们通过理性 可以做到 可以完成一切 可以完成一切 这一点被后来的 社会主义 所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 这所继承 我们相信 人定胜天 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理性 通过我们个人的努力 没有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做不到 没有任何事情 我们办不到 没有任何目标 我们实现不了 他们不认为传统啊 习俗啊 宗教啊 等等这些因素 在社会当中 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这应该起很重要的作用 还有这种 反封建 反等级 反军组织 这个 这种 这种 口号 这种口号 都是来自于 启蒙运动的这些 他们认为 人与人之间应该 没有差别 应该一切平 待会我们看这个 这个 大革命之后 法国人发的这个 人权宣言 我们就知道 他们反对 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别 试图把一切都要抹平 把人 如果长得不一样高 都要拉得一样高 所有的差别 在他们看来 都是不公正 都是无法接受 都无法接受 反传统 反习俗 他们说过去一切糟糕的东西 封建的东西 都是应该消灭的 他们没有认识到 历史上所有的这个自由 都是 一点一级积累来的 当时应该珍惜 封建的那些自由 珍惜封建时代 所保存下的那些自由 而这一点 英国人是 比法国人要聪明得多 英国人的高明之处 就是恰恰在意他没有完全的摧毁封建 没有摧毁封建的自由 封建实在有它的问题 但是他们是 有取舍的 有选择的 保留了封建 宣扬无神论 那么 刚才说的这些是革命的 这三场革命的起源 那么接下来说一下 这三场革命的一些原子 一些原子 有人给我拿个水了 谢谢 这个 先说一下这 光荣革命 这光荣革命的第一个原则 就是它是一场保守的革命 或者说它奉行的是 保守主义原则 那光荣革命呢 我们知道它不是要把 过去英国的历史 英国的封建社会 封建制度 君主制 这些推翻掉 只是换一下国王 要把一个 这个千祖教的国王 换成一个新教的国王 把一个敌视议会的国王 反对一个 跟议会能够共存的国王 或者对议会比较友好的国王 仅此而已 这是他们的目标 这是他们的目标 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 说我们一下子要把 要把这个英国的封建社会 给改造了 我们要建立一个 什么什么什么样的 美马社会 他们没有这种目标 他们的目标 非常的实在 非常的 怎么说呢 容易实现 非常的容易实现 所以他保守的是 古老的 或者自古以来 英国人所想要的自由 法律和习俗 除以他的法律 没改变 国王变了 但是 这一切都不改变 仍然是沿用普通法 仍然是掩用 四国以来的这些法律 这些习俗 这些君主制本身都不变 为什么不变君主制呢 是因为他们有过教训 他们曾经把查理一世给 除掉了 结果怎么样 结果发现并不更好 甚至更糟 甚至更糟 出现了一个克伦威尔这样的人 一个独裁者 号称要搞共和 其实不亚于查理一世 不亚于查理一世 人们马上就开始 你看怀念国王 就立刻就把查理二世 接回来 接回来 继续在他们国 英国人发现 他们立不开君主制 他们认为君主制 是他们这个 能够得以保有自由的一部分 得以保有自由的一部分 只是他们要的 不是一个绝对的君主制 而是一个立宪君主制 而是一个有限的君主制 君主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 所以他们光荣革命的时候 想都没想过 这个国王我们不喜欢 我们是不是 干脆把他们 把他除掉 或者把他们驱逐出去 不是 而是要一个 而是要换另外的一个国王 接受一个赠 在他们看来 更好的国王 更有利于保存 他们自由地过 现在伯克说的 他说光荣革命 亦在保守我们古老的 无可争议的法律和自由 保守唯一能够保障 法治和自由的古老政体 这个古老政体 就是这种君主制的政体 君主制的政体 在英国人看来 已经没有年代可行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有的 我们一直就这么如此 所以我们才拥有自由 所以我们追溯到 亚瑟王的时代 可以追溯的更久 但怎么追溯英国人 好像历史都跟中国人比 有点短 中国人喜欢啊 动不动这个 有五千年 什么多少年的 那都不重要的 五千年专制的话 还不如一千年的自由 那么第二个原则 我们可以称之为 改良主义 其实改良主义 也是保守主义的一部分 因为保守 其实并不反对改革 并不反对改良 当时我没说这个问题 那它改良的部分 就在议会的权力 得到扩大了 在国安革命之后 对国王的权力 进行了一些 更加严格的限制 更加严格的限制 尤其是我们通过 这个国安革命的成果 签订的这个权力法案 1689年 国王的权力 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 比如说 不经过议会的同意 国王绝不能再争吹 这在权力法案当中 进一步的重申 第三个原则 可以说是经验主义的 这个 这个 这场革命呢 是建立在 对过去的经验 教训总结基础之上 而不是从一些 大口口号啊 从一些 从一些纲领啊 从一些这个 很虚的这个 这个东西出发 来发动这场革命 刚才我提到过 建立文部没有国 那就是吸取了 除此查理一世的 这个教训 吸取这个教训 只是要对他的 权力进行 更多的限制 而不是不要国 他们也没有那种 要像法国人一样 我们要建立一个 新的法国 英国人从来没想过 这个问题 他们从来都认为 东西越老越好 有英国人认为 他们喜欢自己的法律 不是因为它好 而是因为它老 年代久远 他们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年代久远的东西 是最好的东西 因为他经过了 时间的这种检验 第四个原则是 他是一场温和的革命 或者他奉行的原则 是温和主义 他只有这场革命 就非常有限的 暴力和代表 是有人认为 国人革命 是一场没有流血的革命 流了一点 还是有点险的 还是有一些 非常小规模的战争 但是很快 国王和国王的支持者 就会打败了 就会打败了 但是他的这个 暴力的程度 和法国大革命比 那不可同志而已 不可同志而已 非常非常小的暴力 那么美国革命的 这个原则 那到底美国革命 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 还是一场激进主义的革命 其实人们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 但从总体上来讲 它是一场保守主义的 如果跟法国大革命 相比的话 它是一场保守主义的革命 跟英国革命相比 而似乎比英国革命 要激进一些 要激进一些 因为他们毕竟 跟英国的体制 进行了很大程度的 一个决裂 尤其是他们 他们不要国王 他们完全建立 一个共和国 不要军主制 不要军主制 这是非常 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 当然有一些历史学家 像非常有名的 哥德木德 他写了一本有名的书 叫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 他认为这个革命 是激进的 这个理由是在于 他说美国革命 发生了这个时候 美国这个社会 发生了一些变化 就是从这个家庭 到这个 到这个这种 雇佣关系 都变得越来越固和 从此前的那种 党籍 逐渐的 走向了共和 这项悄悄的革命 在这个社会的 每一个层面 几乎都发生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说这项革命挺激进 这是让激进主义的革命 激进的革命 但是如果我们 跟法国革命比的话 大伙会说 他没有打碎旧的一切 他没有废除 所有此前的法律 此前的这个 这个 这个制度 习俗等等 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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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没有对 整个的社会结构 构成 这个 危险 或者说 并没有 打碎这个 旧的这种社会结构 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不是一场 激进的革命 不是一场 激进的革命 他是一场 悄悄的 这种 共和主义的革命 如果说他 有这个 激进的成分的话 因为他仍然保守了 英国的法律和习俗 保守了 古老的自由和权力 因为这场革命之后 他们仍然 用的是英国的法律 他们追求的自由 仍然是英国人 长期以来 享受的那些自由 他们保守了 英国政体当中 有利于自由的部分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 那么这场革命 是一场共和主义的革命 因为他放弃了君主制 建立 通过有益的方式 建立了一个共和国 不再有国王 不再有国王 很重要的一个理由 是因为 这些人从 殖民地时代开始 他们就学会了自治 他们就学会了自己管理自己 因为国王离他们很远 数千里之外 他们发现他们自己 可以统治自己 他们有自治的这种能力 比如说英国人呢 有一点 这个 在刚开始 发生这个冲突的时候 跟殖民地 英国的一些人 很羞有成果 他们认为 这起殖民地的民众反叛 根本不是英国的对手 他们很快就可以平息 很快就可以拿下 很快就可以拿下 但是有人注意到了 有人注意到了 在1775年 和英国 发生了这个 武装冲突之后 马萨诸塞之后 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没有政府 一年的时间 没有政府 那里居然窒息井然 这个时候 一些英国人是害怕了 他们就这些人了不得 这没有政府 要在英国的话 他们觉得肯定就乱套了 但是在殖民地 居然一切窒息井 那里没有乱成一锅舟 没有打得一场糊涂 他们就感受到 殖民地民众的这种 自知能力 非同一般 非同一般 他们可以很好地 把自己组织起来 很好地管理自己 这个时候 英国人有些担心 他们 也许不是美国人的对手 不是殖民地民众的对手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题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美国革命也是一场自由主义的革命 毫无疑问 是一场古典自由主义的革命 因为它的宗旨 它的目的是捍卫自由 是捍卫自由 他们认为 政府设立的目的 甚至唯一的问题 就是保障我们的自由 当乔治三世 不能保障我们自由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不要 我们当然可以和他 这个 和他决裂 那么这场革命呢 也是一场 超越主义的革命 它强调了造物主 强调了上帝的这个重要性 尤其在独立学院当中 我们看得很明显 强调了人们天赋的权利 这权利不是任何政府赐予我们的 我们天生就享有那些权利 造物主创造我们所有的人 生而平等 生而自由 任何人都不能过多 所以呢 它是有这种超越的 这种诉求 或者源头的 这跟法国大革命 形成鲜明的对比 那里是反宗教的 反宗教的 鼓吹无神论的 敌视教会 而美国人是非常 完美的 把宗教和自由结合在一起 并且在他们看来 没有宗教 就没有自由 就没有自由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独特的地方 还有他们追求的这个权利和自由呢 都是非常具体的 而不是抽象的 他们不追求那种抽象的 普遍性的人权 而追求的是非常具体的权利和自由 生命 自由 追求幸福的权利 财产权等等 等等 那么法国大革命的原则 可以看得出来 就跟前两场革命 完全不一样 首先它是一场激进主义的革命 它鼓吹中国暴力的方式 打碎一切旧的制度和习俗 建立一个新的法国 正像四九年 我们鼓吹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一样 同时它是一场威力主义的革命 它鼓吹理性无所不能 它也是一场平等主义的革命 甚至平均主义的革命 反对人人之间的任何差别 它还是一场鼓吹集体主义的革命 它认为集体可以凌驾于个人之上 个人必须服从于这个集体 比服从于集体 法国大革命还鼓吹着抽象的人权 和不受 打错了那个字 不受约束的人民主权的观念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它的 这个1789年所公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利 宣言当中看出来 我摘了几条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第一条是 人生而自由且权利平等 社会差别只能基于公共理 那就是说呢 凡是不是跟公共利益有关的这个差别 都不能存在 都不能存在 第三条 主权在全体国民手中 你可以翻译成在国家上 是nation 在国家手中 任何人未经济明确授权 不得行使权利 反对个人的权利 反对习俗 反对教会的这种强威等等 他只承认这样一个抽象的主权 人家是不受约束的主权 如果这个主权要发布什么命令 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 哪怕你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了侵犯 第四条 他认为自由意味着做任何不伤害他人的事情 什么叫不伤害他人 没说 没说 怎么界定不伤害他人 同性婚姻伤害他人 是伤害 那就是说他同样反对 反对习俗 反对其他的一些权威 来对这个人的行为构成约束 构成约束 第五条 法律只有权禁止对社会有害的事物 这跟第四条你可以看的是一个 是一个翻版 都非常抽象这些表达 没有说什么是有害 没有说什么是不伤害 怎么界定这个 怎么理解这个 第六条 法律是公义的表达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受卢梭的影响 卢梭鼓吹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机器 有一个 有一个坚耳无有有一个公义 就是我们所有人 凌驾于我们所有人之上 有一个意志 这个意志高于我们所有个人的意志 他存在 他他承认 存在着一种 凌驾于每个个人之上 独立于每个个人之外的 这种抽象的 公义 公义 他是最高的 他是最高的 我们每个人都在受制于他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三场革命的不同的后果 不同的后果 从原则 从刚才我说的这个 革命的原则 我们可以看 这三场革命的气质 精神 和他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这后果当然也是 存在着 天壤之别 可以说是 首先这光荣革命的后果 从这个光荣革命之后 天主教的国王在英国几乎不再可能出现 因为基本上就 就 就可以说 彻底的断送了 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 成为英国国王的这种可能性 此后的国王都是新教 但后来一直到 一直到现在 好像还没有改变 好像也有人说 改变了 现在有可能 但此后 相当长 几百年的时间里 天主教的国王都不会再出现的因果 这非常 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第二个后果是 国王的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限制 刚才我们也说过 议会的权力 在不断的变大 甚至变得有点 有点太大了 后来英国人出现了这个 议会至上 议会主权的这种观念 认为议会 因为在英国人看来 他的议会 是英国人自由的 卫生 是保障他们自由的 所以议会的权力的扩张 对他们来说 不需要警惕 不需要警惕 或者他们没有足够的 防范的议会的权力 那么后来 议会的权力 不断的变大 对殖民地 对美国 对北美殖民地的人 征税 征税的时候 美国的国务部 没有认识到 议会的权力太大了 也很危险 也很危险 但英国人 没有这种 切实的感受 所以 让纵容 这个议会的权力 不断的扩张 不断的扩张 但英国人现在可能也认识到了 现在英国设立了专门的最高法院 从2008年之后 那么把原先最高司法智能 在英国议会的上议院 已经剥离出来 现在英国的上议院 已经没有了司法智能 因为不能再采取案件了 现在英国有专门独立的 最高法院来采取案件 但就是要逐步的限制议会的权力 他们也认识了 因为英国的这个 有一次我讲过这个问题 英国的这个宪政体制 它是通过几百年的这个斗争 慢慢的演化而来的 不是像美国 是有意的一批人坐在那里设计的 所以英国的这个整体的演化的过程 就有很多的偶然性 那么它带有一些缺陷 带有一些问题 它只能放在英国这个特定的 社会环境当中发挥作用 因为那里有大量的习俗 惯例 那些东西在约束着议会 宪政的传统 如果在其他地方 没有这些传统 没有这些习俗 没有这些惯例的地方 你就不能够起到 对这个议会约束的这种作用 那还有一个 这个重要的后果 甚至最重要的后果之一 就是通过了权力法案 1689年 确保了公民那些基本的权力和自由 尤其是新教徒的权力和自由 主要千主教徒受到了限制 千主教徒 比如那里边规定 持有枪支的权力 千主教徒不行 持有新教徒可以 因为有枪支 还有千主教的 千主教的其他的权力 也受到了限制 又过了一个多世纪 将近两个世纪 那么那千主教徒的权力 才逐步的得到了保障 在英国里世上 还通过了这个宗教宽容法案 也是1689年 就这个时候不信仰 英国国教的一些新教徒 获得了信仰自由 但不包括千主教徒 所以这个新教徒 在英国就分为连派 一些人是信奉英国国教的 另外一些人是不信奉英国国教的 那么原先是不信奉英国国教的 这些人你要受到惩罚的 所以他们不宽容 后来呢 到这个宗教宽容法案之后 这些不信仰英国国教的新教徒呢 他们在信仰上才自由 但是千主教徒依然不行 千主教徒没有这个信仰自由 还是 英国的国教是一种经过改革了的 基督教 其实既不同意 千主教也跟新教不一样 就亨利八世的时候呢 他跟教皇闹翻了 跟教皇闹翻了 他在英国进行了一些宗教的改革 这些改革的这个后果就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这个教派 英国国教派 这个说来话长 那么美国革命的后果呢 是 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13个殖民地独立了 签署了独立宣言 建立了一个 刚开始建立了一个邦联共和国 那后来1787年召开支箱会议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我们讲过联邦塔罗问题是吧 起草了美利坚和中国宪法 也从邦联走向了一个联邦共和国 并且所谓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繁荣的大的共和国 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 并且对很多国家的独立和宪法呢 也都产生了影响 法国大革命的后果 除此的国王摧毁了教会 彻底接触了封电室 罗伯斯威尔专政拿破仑上台 长期进入了帝制和共和的更迭和动荡时期 然后呢 拿破仑制定了法国民法典 奠定大陆法系奠定一个基础 大陆法系 这个 很多都是 从法国开始 学来的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开端 这个可能 不像我们 中国人所理解的一样 制定民法典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这是一个 在海南程度上讲 他开启了一种新的法律观 这种新的法律观 就是跟中世纪 跟十八世纪之前 跟普通法 这种法律观 在海南程度上 就是信奉一个无所不包的法律 信奉立法者所确立的这些规则 才是法律 是把法律理解成了立法 并且要制定一个包罗万象的法典 来统治这个社会 那为什么要搞这个民法典呢 就是这些 启蒙运动的人物 对当时法国的这个法律 很不满 当时的法律的很大同时 是习惯法 就是普通法 跟英国的差不多 这个法律的割地差别很大 福尔泰就感慨说 在法国旅行太不方便 是吧 从一个省到另外一个省 甚至翻过一座山 法律既然不一样 他一定要统一法律 那么这种观念就 到后来拿破仑 这个 这个 上台之后 才有了这样的强权 强行把法律统一 消灭习惯法 消灭 法律之间的 各地之间 法律的这个 差别 这个差别 这个之前我应该已经 多次 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两种 不同的 法律观 这种法律观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导致了大陆法系国家 实现法治 都是比较晚的 司法不独立 实现法治的时间 非常晚 那这个不展开说了 这个有机会 我们可以专门 讲这个问题 这影响了欧洲 大陆很多的国家 德国 日本 中国 这些都是 意大利 都是奉行了 这个大陆法系 制定这种 包罗万象的法典 那么他们认为 法律是制定出来的 而普通法国家 英美法国家 认为法律是 发现出来的 法律不是制定 不是一些人 坐在那里 炮制出来一套东西 让这个社会上 每个人遵守 这就是法律 这不是法律 法律 普通法的法律观 认为法律是 无数代人 智慧 传统经验 习俗之类的 一种基金 不是任何一个个人 一代人 所能够制定的 所能够了解 所能够改变的 所能够改变的 所以这种法律 只能被发现 其实你从英文 这个法律 这个词 你可以看出来 law这个词 同时有规律的意思 规律 那就是本来就存在 你去发现它 不是你炮制出来 一个万有以理 那不是炮制的 你发现了它 法律就是发现出来的 不是说先有了 合同法 我们之间 才开始定合同 那定合同 已经有几千几万年的历史了 然后我们总结出来 来定立合同的这些规则 这个就变成了合同法 而不是说 我们炮制出来一套规则 你们定合同 必须得按照我 我定的这个规则来定立 完全不这回事 如果这样的话 你就脱离这个社会 没有人会遵守 OK 扯下 也没时间了 这个大革命 还有一个后果 就是对此后 几乎所有的激进主义革命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尤其是俄国和中国的革命 不说了 你们可能都知道 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说一下 这三场革命 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 首先我想说的是 怎么样看待革命的问题 这一年我们国内有一些争论 到底 到底我们怎么看待革命呢 要革命还是不要革命 其实不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 你要是要 从刚才这三场革命的对比 我觉得我们 我们的节目应该是 要什么样的革命的问题 这才是一个关键问题 这才是一个关键问题 我们要保守的革命 还是激进的革命 英国和美国的革命 都可以说是保守的革命 法国 中国 俄国 都是激进的革命 我们要的是温和的革命 还是暴力的革命 我们要的是政治革命 还是整个社会革命 仅仅对政治制度进行革命 或者政治制度当中的一部分 进行革命 还是要我们要把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结构 整个社会习俗传统等等 统统都革命 我们要的是一种局部的革命 还是一种全面的革命 从这个对比当中 无难发现 英国和美国革命 几乎符合左边这半 很像保守的 温和的 而且仅仅限于政治领域 政治领域非常 有限的一部分 非常局部的革命 那么法国 俄国 中国的革命 都是符合后边的 激进的 暴力的 社会 整个社会 全面的 方方面面的 不一样 不一样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们需要给我们的启示 就是 革命 改革 还是改革之间 究竟 其中什么关系 它们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区别 我们要革命 还是要改革 如果我们把英国的革命 定义为是一场改良的话 是一场改良主义的 这个变革的话 我们要改良 不要革命 如果我们把美国的革命 理解成是一场这个 是一场这个 实际上为保守自由 对 而对政治制度 进行有限的改革的话 那么也要 美国这样的革命 要美国这样的革命 看我们怎么去 界定 如果我们这个改良 是换康不换药 对我们这个 对我们自由的这个 保障或者粗地 没有任何 帮助 那我们不要这样的改良 虽然你打着改良的名义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还有我们当下 我们流行的话语当中 所说的改革 就意味着什么 所以改革这个词在很大程度 是一个 中性词 改革往什么方向改 往糟的方向改 这样的改革没有意义 这样的改革不过是一个骗人的 把戏 或者打着改革的名字 可能行 开倒车的这个 这个 知识 那我们当然也不要 对不对 我们要的这种 我们 其实重要的不是 看 你叫它是革命 它是改良还是改革 重要的是 它的实质是什么 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发生怎样的变化 如果 如果这个越来越独产 越来越专制 不管它叫什么 我们都不要 如果我们是 自由越来越多 空间越来越大 不管它叫什么 我们都要 我们并不反对革命 我们也不反对改良 甚至不反对改革 重要的是看它的内容 看它的实质 为什么不动呢 马上结束了 时间 死不到了 还有一个很 头痛的问题 也是大家 现在比较关注的 如果我们要革命的话 革命和制度 和人之间究竟是 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现在很多的人反对 我们不要制度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什么是制度决定论 我们也不要文化决定论 文化决定论 也很糟糕 我们当然也不要 历史决定论 像马克思主义的 所谷吹的那样 我们相信历史 有某种规律 无论是什么样的 决定论 其实都很 都很有局限性 都很有局限性 制度的变革 毫无疑问 非常重要 没什么可说 没什么可说 那问题是 制度变革 怎么可能发生 毫无疑问 我们都认为 我们应该进行一场 政治制度变革的 这样的革命 或者这样的改革 这样的改革 我们的政治制度 存在着 严重的问题 致命的问题 这恐怕是一个 大家的一个共识 它不能保障 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和全力 当局是怎么去改变的 谁去改变的 通过什么方式去改变 通过什么方式去改变 比如我们今天都知道 美国的制度很好 但我们怎么办的制度 借鉴过了 我们抄一下美国的宪法 你觉得能发挥作用吗 在中国 完全不可能 我们可以把美国的 假如说今天的统治者很高兴 说我们学习美国 我们明天 我们把美国的宪法 搬到中国来 换一下名字 是吧 我们里面大体内容 实行美国的这套制度安排 到底这样能够在这个社会 发挥作用 如果它不发挥作用 是什么因素在影响 或者阻碍它发挥作用 我一直认为 任何制度要想有效的运转 运转或者运作 必须有一个相应的土壤 没有相应的土壤 这种制度不会 多个制度不会自己做 它首先靠人去设立 还要靠人去维系 靠人去执行 靠人去执行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人仍然是关键 制度当然会影响人的行为 制度一旦形成之后 会对我们每个人的行为 产生影响 但从根本意义上讲 如果我们想要改变 现在的制度的话 那么必须得有人的努力 人的作为 我们不可能每个人什么都不做 坐在这里等着 这个制度 自身都会发生变化 他不会 他不会 所以我经常讲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策 其实就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都 喜欢并追求保障自由的制度 我们就有可能确立这样的制度 如果我们都厌恶 反对保障自由的制度 我们就不可能得到这样的制度 很多的国家曾经 这个 赵超 就是借鉴了美国的宪法 但在他们那里都没有发挥作用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相应的土壤 没有相应的土壤 没有相应的民情 用特格尔法的建 没有相应的民情 所以即使你把这些制度 甚至把他的三选处理联邦制度 搬到你的国家去 他也不能够在那里 起到像在美国一样的作用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最根本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改变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改变了 这种制度的改变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制度才有可能会发生改变 如果我们每个人骨子里都是人 信奉 权力 信奉应该奴役别人 信奉应该统治别人 信奉政府运用暴力 并且自己在实践这些东西 那这个制度就不会发生前面的变化 如果我们每个人追求自由 并且去身体力行 并且去从我们自己 从我们身边去做起 那信奉的保障自由的制度就会到了 就会在这个国家扎根 就会在这个国家扎根 在那个时候我们学习美国 或者借鉴美国的制度 就容易得多 就容易得多 所以没有这个信奉的阻壤 没有这种民情的话 我们即使有机会 即使有制度变革的机会 即使有革命的机会 我们也不一定能抓得住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当中 我们有太多的机会 晚清是机会 民国是机会 北洋政府是机会 是吧 四六年是机会 四九年还是机会 甚至到八九年还有机会 我们没有一次抓住这些机会 很重要的原因 在我看来就是 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 我们还没有这种土壤 我们人从我们的观念 到我们的行为方式 都没有发生相应的转变 都没有发生相应的转变 所以从这个一场讲 我觉得我们每个个体 我们每个人 才是决定这个社会 将来是否会发生一场 有助于自由的革命 或者是变革 我们每个人才是关键 我们每个人才是关键 那还怎么办呢 从何做起 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做 即使在现在这个高压统治下 其实依然有相当大的空间 我们每个人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不是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不是 我们能不能先 改变我们自己的观念 改变我们周围 我们的朋友的观念 改变你所有认识人的观念 学习自治 学习接涉 学习自己组织起来 学习自组织等等 当这些能力都提高 并且我们的观念发生相应改变的时候 一场悄悄的革命就已经发生了 我们亚洲是一场人心的革命 当这场革命发生的时候 任何力点都无法从这 不管多么强大的暴力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最后这个图呢 就是美国的国父之一 Patrick Henry在圣约翰教堂 发表不自由乌宁子演讲的这个照片 去年我们参观了这个教堂 好 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换那个收开 就了 收开就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谢谢 不谢 图พ 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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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